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近日,国产光刻机厂商上海微电子 在之前90纳米的基础上 宣布即将量产28纳米静默式光刻机 在2023年交付国产第一台SSA800-10W光刻机设备 静默式光刻机采用ARF光源 也就是193纳米波长的光源 这是第四代光刻机 这也标志着中国和ASML在光刻机上仅有一代的差距 上海微电子凭借此项制成工艺 也将会直接赶超日本佳能尼康厂商 成为继荷兰ASML后 全球第二先进的光刻机厂商巨头 第四代静默式光刻机是无法制造7纳米芯片的 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图形密度和更小的工艺节点 在普通的涂胶、曝光、显影、刻石工艺的基础上 开发了多重曝光技术 如LE-SADP LE-LE技术将给定的图案分为两个密度较小的部分 通过时刻硬眼膜将第一层图案转移到旗下的硬眼膜上 最终在衬底上得到两倍图案密度的图形 SADP技术通过沉积和刻石工艺在新轴侧壁上形成间隔物 经由额外的刻石步骤移除新轴 使用间隔物定义最终结构 使得特征密度增加了一倍 将SADP加倍可以得到四重图案化工艺 使得193纳米浸润式光刻可以实现10纳米的分辨率 理论上 193纳米光刻机是可以实现7纳米节点工艺制成的 但是会使得需要的光照数量非常多 工艺复杂 量产难度大 应当指出 即使导入EUV 也并不是所有流程均由EUV承担 主要是应用在MOS器件关键层 其他对关键尺寸要求不高的步骤 将仍有普通光刻机承担 SSA800-10W光刻机单次曝光 只可以直接生产28纳米芯片 如果使用套客精度在1.9纳米左右的工作台 在多次曝光下 能够实现11纳米制成工艺的芯片生产 如果改用套客精度更优的 华着精科工作台1.7纳米 在多重曝光下 更是能够实现7纳米制成工艺的芯片生产 一旦可以制造7纳米芯片 就可以解决半导体产业大部分的需求 因为芯片制造六大设备 扩散炉 刻石机 离子注入设备 薄膜生长设备 抛光机和清洗剂 中国目前都处在主流水平 其中刻石机更是达到了5纳米 可以完成7纳米芯片的制造需求 而目前光刻机材料如电子特器 光刻胶等也在加速国产化 南大光电目前已经可以生产出7纳米的光刻胶 而在最艰难的第五代光刻机 则由长春光机所来进行研发 2008年 国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 及成套工艺科技重大专项 将EUV光刻技术 列为32-22纳米装备技术 前瞻性研究重要公关任务 长春光机所 联合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北京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开展了集紫外光刻 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研究工作 长春光机所90年代就已经开始预研EUV技术 2017年 长春光机所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 集紫外光刻关键技术研究 顺利通过验收 突破了制约我国集紫外光刻发展的超高精度 非球面加工与检测 集紫外多层膜 投影物镜系统集成测试等核心单元技术 成功研制了波像差优于0.75纳米 IMS的两镜EUV光刻雾镜系统 构建了EUV光刻曝光装置 国内首次获得EUV投影光刻 32纳米线宽的光刻胶曝光图形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曝光光学系统 关键技术研发平台 不过 一台EUV光刻机重达180吨 超过10万个零件 需要40个集装箱运输 安装调试都要超过一年时间 目前打算在2035年之前实现EUV光刻机量产 可以说此次上海微电子 能够在年底量产28纳米光刻机 不仅能够解决芯片代工被限制的问题 打破国外厂商的对于IC前端光刻机市场的垄断 而且能够覆盖更为广阔的市场需求 促进国产半导体行业的发展 日前 中国版芯片标准 小芯片接口总线技术要求正式出炉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小芯片标准 描述了CPU、GPU、人工智能芯片、网络处理器 和网络交换芯片等应用场景的 小芯片接口总线技术要求 包括总体概述、接口要求、电路层、适配层、物理层和封装要求等 此标准列出了并行总线等三种接口 提出了多种速率要求 总连接带宽可以达到1.6TPPS 以灵活应对不同的应用场景 以及不同能力的技术供应商 通过对链路层、适配层、物理层的详细定义 实现在小芯片之间的互联互通 并兼顾了PCIE等现有协议的支持 列出了对封装方式的要求 小芯片设计不但可以使用国际先进封装方式 也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封装技术积累 业界都清楚先进工艺的生产成本越来越高 台积电今年计划量产的3纳米工艺 最终预定客户仅有苹果一家 但是苹果发现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 未能达到预期目标而被迅速放弃 最终没有客户采用3纳米工艺 预计2纳米工艺的成本会更高 能用得起的芯片厂商将更少 为了提升性能但是又能控制成本 Intel 高通 台积电等芯片企业 都开始另外想办法 那就是Chiplet 小芯片技术 通过将不同芯片封装在一起 就像俄罗斯方块搭积木那样 通过不同的接口连接起来 从而发挥更大的潜能 实现更多的功能 缩减各部分芯片的沟通时间 提升整体性能 由此 英特尔推动成立了UCIE联盟 台积电推动成立了3D Fabric联盟 这些联盟都为邀请中国大陆芯片厂商 他们如此做 无疑是希望再次在标准方面 孤立中国芯片 然而如今的中国芯片已拥有了自己的完整体系 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发展我们的小芯片标准 于是 国内签投了60多家芯片企业 联合制定了我们的小芯片标准 涵盖了芯片设计 芯片制造 EDA 封装等多个行业的企业 事实上 中国芯片企业在封装技术上 具于全球领先地位 全球前十大封装企业当中 就有三家是中国芯片企业 中国的封装企业还实现了4纳米封装技术 完全具备发展我们独立的小芯片技术的能力 在芯片架构方面 早在2018年 中国就成立IISCV联盟 因为IISCV架构属于新生架构 欧美企业并未获得主导权 因此 中国及早发展IISCV架构 就可以获得更多主导权 如今IISCV的20家会员中 已有13家是中国企业 中国发售的IISCV芯片已突破50亿颗 IISCV的大获成功 促使美国芯片企业Intel 高通掉头支持IISCV架构 在存储芯片技术方面 也一样从一开始就建立我们的技术标准 长江存储 从一开始就自主研发X-Tekin标准 为此它从最低端的32层NAND Flash芯片技术做起 随后逐步提升到64层 再到128层 逐步积累技术 到如今更研发出全球最先进的232层NAND Flash 超越了三星 美光等老牌存储芯片企业 正是这些已取得的成功 让中国科技行业开始日移重视技术标准 如今的小芯片技术恰恰也是一项重要的技术标准 由于中国芯片近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外媒认为美国的限制可谓封锁了个寂寞 促进中国芯片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中国的芯片日产能突破10亿颗 中国的芯片进口量由此减少了800亿颗 而芯片出口量却增加到1600亿颗 相比之下 美国的做法导致美国芯片损失了1.5万亿美元市值 芯片库存堆积 而不得不降价九成求寿 相反 美国制造商对中国芯片赞不绝口 美国两位参议员要求美国制造商不要采用中国芯片 最后却在美国制造商的劝告下放松了限制 同意只是在关键芯片方面不采用中国芯片 可见中国芯片的成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